消息流出北京秘密与拜登团队接头 美国媒体报道拜登上台华为将重返美国 伍德律师表示耐心等待每个谎言都会被揭穿 川普说将证明大选违宪造假媒体压制我们 大选实际结果还没有确定 但拜登自己宣称胜选 北京方面虽然没有明确表态 但传出已经秘密启动了拜登计划 有亲共港媒报道了中共官方与拜登团队接头的消息 香港南华早报11月15号报道 在各大媒体宣布拜登获胜后 中美两国的半官方联系正在恢复 主要是通过前官员 智库学者和商界领袖来实现的 报道说中共推议空军大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瑟 在闭门讨论会上透露了这一消息 王湘瑟说几个月以来因为中美关系恶化 这些交流出现了中断 目前正逐步恢复 恢复联系的主要是民主党这边的人 他说和拜登接近的人士最近与中国智库联系 商谈如何重新恢复两国之间的关系 报道引述一位中共政府的顾问的话 这位顾问曾和拜登阵营的坎贝尔和沙利文会面 并且前民主党的官员近年来多次访问北京 他们表达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 分析认为虽然习近平并没有祝贺拜登 但王湘瑟最近披露的这个消息 证实中共当局与拜登团队已经暗地沟通 美国媒体曾经引述美国前官员的话表示 拜登和中共以及习近平的关系非常紧密 仅从2011年年初开始的18个月里 拜登和习近平至少见过8次面 私下共同进餐的时间超过25个小时 而且只有翻译陪同 亲共的港媒《文汇报》也曾经报道 拜登和习近平的私人友谊非同一般 另外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表示 华为公司期待拜登能够重新摆放 美国和该公司的关系 据美国保守派媒体布莱巴特中一报道 华为首席技术官斯堪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如果美国政权更迭 华为有希望能够重新构建和美国政府的关系 他承认 在上一届政府期间 华为受到很多挑战 美国政府于9月15号开始正式实施 对华为的制裁措施 导致华为陷入了无心困境 公司的智能手机发展遇到阻碍 川普总统8月份对福克斯新闻表示 美国政府不希望在美国使用华为设备 因为他们在监控我们 而现在华为既希望拜登上台后 美国为华为松绑并回到美国市场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曾经说过 华为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 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战略击败他们 布莱巴特评论说 显然拜登入主白宫绝不是战略中的一部分 恰恰相反 人们担心如果拜登真的入主白宫 他的绥靖政策会让自由社会再次遭到中共的威胁 虽然美国左派媒体纷纷报道拜登在大选中胜出 但是川普团队的顶尖大律师林伍德表示 不要相信媒体 媒体在撒谎 耐心等待 每一个谎言都会被揭穿 伍德律师11月15号发推文说 在2016年 媒体在投票前宣布希拉里赢 但他输了 川普赢了 在2020年 媒体在投票后宣布拜登赢了 但他输了 川普总统赢了 在14号的推文中他说 我们已经看到了大量证据 他们是逃脱不了责任的 民主党人用尽所有能想到的办法 从让死人大量投票 到绝对欺诈性的制造纸投给拜登的选票 还用算法计算出他们需要翻转的选票 利用电脑将这些给川普的选票 转移给了拜登 而且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 他们有算法 有纸质选票 等待需要的时候插入 而值得注意的是 川普总统在蓝色州的选票 大幅上升的时候 他们不得不停止计票 不得不插手替换一些选票给拜登 夺走川普的选票 鲍威尔说 我这辈子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甚至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武德律师中一在推文中说 这种对我们选举总统权力的欺诈 是不能容忍的 绝不能忍受采取行动 武德还贴出之前的一段推文说 光明会战胜黑暗 真相会战胜谎言 川普总统也在中一发推文说 这次大选严重违宪 他说 造假媒体想当然地认为 拜登会当选总统 一直这样干 甚至不允许我们发声 我们团队即将证明 2020年大选存在严重违宪行为 我们伟大的宪法 遭到严重侵犯和破坏 在另一条推文中 川普还说 我赢得了大选 我们再来看乔治亚州的消息 乔治亚州政府官员在周一晚间说 这个州在重新计票中 有一个线发现了2600张选票没有B计票 其中选川普的票是多数 这些票统计后 拜登在这个州的优势减少了大约800票 而在此之前 拜登有大约14000票的优势 乔治亚州从11月13号开始 对这个州的所有的线重新计票 川普总统周一发推文 谴责乔治亚州在进行假重新计票 他说 乔治亚州不让我们检查选民签名 这样的做法重新计票是无意义的 立即解除违反宪法的执行令 周一共和党众议员克林斯表示 重新计票要保证合法选票的统计 并排除所有的非法票 恢复民众的信心 他在上周末发推文说 乔治亚州的手工计票过程 必须包括审查区席选票和信封上的签名 这绝对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 乔治亚州就无法对选举结果予以妥善认证 乔治亚州对大选结果进行认证的 截止日期是11月20号 近日一些左媒报道 川普团队撤销了在宾州的大部分诉讼 但川普团队11月15号说 这完全是编造的谎言 并发推文反击这些假新闻 华盛顿邮报的媒体报道说 川普团队撤销了对宾州选举官员侵犯监票员权利的指控 这意味着宾州诉讼的核心内容被撤销 川普团队转而针对邮寄选票方面的漏洞进行诉讼 这导致共和党人处于不利地位 华盛顿邮报还引用一位民主党律师的话来唱衰川普说 这意味着川普的诉讼不太可能改变选举结果 川普总统发推文说 华盛顿邮报忘了读诉状了 假新闻 监票员受到不公对待仍然是诉状中的重要部分 川普团队的法律顾问埃利斯也说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非常不准确 记者显然没有阅读起诉书的第142段和150段 川普团队的高级顾问米勒直接斥责华邮在胡说八道 而这不是华盛顿邮报第一次报道假新闻之后被打脸 之前宾州邮局的员工霍普金斯爆料 邮政局长造假 将选举日之后送达的选票全部盖上3号的邮戳 之后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霍普金斯承认自己爆料的内容是虚假的 但霍普金斯立刻出面回应 指出华盛顿邮报报道假新闻 他所说的都是事实